我想问女生一个问题 你觉得生病了 异性照顾你 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什么 可能她也好 还有像老师们觉得 这是异性 在我看来 她跟同性没什么区别 那我就必须得说两句了 这些事 都是亲密关系的人 才能一起去做的事 你的底线和你的分寸 太低了 另外还有一点 你虚荣心极强 你为什么身边 会有那么多的异性朋友 这些异性围绕在你身边 给了你一种极强的虚荣感 而这些异性当中 只有你一个女生吧 对 大多数情况下 大多数 只有你一个女生吧 但她们都有女朋友 你知道你是她们的什么吗 你是她们的调剂品 如果你现在 一直都沉迷在这样的生活方式当中 这种生活方式是有问题的 你要尽快摆脱和甩掉 这样的生活方式 因为它是不健康的 你长时间在这种 有生场所去刺激你的感官 时间长你会形成依赖的 你现在二十三岁 你如果再往后几年的话 你的身体都会熬不住的 没有酿成大祸 还算不错 你需要值得警醒和注意了 谢谢山大老师 李总 男孩你根本hold不住他 也驾驭不住他 对吧 你一次次地想要去管他 想要去帮他 连你五个小时来回的心血 他都可以毫不在意 他真的在乎你的心情吗 你根本没有任何对他的掌控力 我觉得你就找一个跟你一样 沉静 文气 你想想你怎么见到这个女孩的 你是在直播里边见到的 直播里的女孩 她身边不能缺了这些男孩的簇拥 如果你真想找一个懂艺术的女孩 你要去美术馆 你想找一个读书的女孩 你去图书馆 这李总 来来来 曲总 女生啊 在我这角度看 其实你还是蛮可怜的 你和他在一起开心吗 非常不开心 你的朋友为什么觉得你不开心 你们俩不合适 他们看到的是对 如果你不和他们说心里话 如果你不这么在人家都是 成双成对地出现的时候 你是一个人出现的时候 人怎么会觉得你不幸福 你不开心呢 对不对 在你最需要帮助 就是你生病的时候 你居然第一个想的不是他呀 是你的发小 是你的男闺蜜 或者是你的异性朋友 很说明问题 你为什么要有一群的异性 其实内心极度渴望的一种 得到异性的关怀 就是男朋友那种爱 你极度渴望 你没有安全感 因为你知道他身上是 不可能承接你这种期望的 你为什么会找男性朋友 而不是女性朋友 为什么 因为男性会自发地会去照顾 他不跟你一般计较 会让着 这种爱是你希望从他身上得到的 明白吗 你是一种空虚的状态 你为什么会去喝酒 因为你失去那些异性朋友之后 你无处安放自己的那份情感 他给不了你 你从他身上集去 你想得到那些你得不到 你只能去往外去找 可是找的方式是不对的 通常女人什么情况下喝酒 一个人喝的时候 一定是很受火伤很痛苦 找一群人喝的时候 你一定是快乐 但是是短暂的 都有不良的后果 所以你急需要把自己这份空虚 这份情感是投放在一个人身上 它不行 你知道的 你付出了也不少了 你为此那些朋友都断交了 你试图让自己去 在这个男孩身上去找到那份情感的依托 但是你找不到 靠不住他 所以对于你来说最明智选择 还是回到你原来那个城市 这个男孩不是你想要的那种 男生也一样 你对他不是爱 看似好像你彬彬有礼 好像你一次又一次妥协 但实际呢 你在剥夺他 你在把他拴在自己身边 但是你又无所作为 你就是看着他嘛 对不对 你就是不信任他嘛 真正爱一个女人 你不信任的女人 怎么可能去爱 战友而已 赶紧分开吧 就这样 谢谢曲总